Hello 大家好 我是菲菲 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绿色蓝宝石 绿色蓝宝石它是属于蓝宝石家族的 但是它的颜色其实也是非常的丰富 比如说它会有金黄 绿 蓝色和紫色 就是整个颜色体系的话都是非常复杂的 下面我们来看几颗绿色蓝宝石 就可以了解它的颜色是有多么的丰富了 我现在是在成都阴天的户外 所以说打印有点大哈 我说话声音提高一点 分享一下绿色蓝宝石 我选的是各种造型各种颜色 因为我们绿色蓝宝石有几百颗 其实每颗颜色都不一样 然后在这里我们就简单的来欣赏一下哈 这颗它是有点灰绿 在中间部分又有点灰蓝色 这颗是阿斯切哥 它是绿黄蓝混合在一起的 食物的话它的蓝色调还会更重一点 也是蛮别致的一颗 就像山水花一样的 这颗的主色调是黄色 但是它的这种黄呢 跟黄蓝宝的黄是不一样的 它有点棕黄色调 金刚光泽很强很亮 这颗它的食物其实会更紫蓝一点 只是说在视频里它的紫色消失了 我很喜欢这颗 因为它就有一种像要衰败的薰衣草一样的 真的拍不出来 一上镜头它的所有的紫色调就消失了 绿色蓝宝石的颜色真的是很耐得住欣赏的 就是完全不一样 像这颗它是黄绿蓝相间 边缘有一点点的小杂色 但是整体它火彩是非常好的 实话是说 这颗它是所有绿蓝宝石里面 金刚光泽感最强的 就是放在那里它的那个通透光感 让人完全挪过开眼睛 一个标准的竹木绿切割 食物的颜色更冷 就像金属一样的光泽感 这颗绿蓝宝石就特别了 它好像蓝宝石啊 就像那种电缆的蓝宝石 有一种墨雪蓝的感觉 这颗绿蓝宝石它很酷 颜色给人就是有黑蓝 冷色调很有未来感 同样是冷色调 这颗它就冷得更温柔一点 有的是冷得毫不留情 这个是冷得似水柔情 这颗也是一种男子色调 特别适合做戒指 圆转切割 在每一个冷面闪耀出来的颜色 其实都会有点不一样 主色调是有点那种国画里面的那种黄 就是画山画树的那种黄调 这颗是比较少有的 绿蓝宝石里面的一种暖色调 有点点紫混合一点点的棕 那绿色蓝宝石其实并没有分它的颜色等级 它不像蓝宝石一样 会分为黄家南诗车局 我们选购绿色蓝宝石呢 主要就是看它的颜色 是不是你喜欢的颜色 看它的干净程度 晶体是不是通透的 它的金刚光泽是不是强烈的 主烧和无烧也会影响绿色蓝宝石的价格 当前呢 绿色蓝宝石它还是属于价值的挖地 在欧美的话比较流行 把它叫做Tier 但是呢 在中国的话 大家对它了解度还是不太高 是随着了解的人越来越多 我相信它的价格也肯定也会慢慢的涨起来 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优先考虑三到五克拉 如果对它不更了解的话 可以从小克拉入手 比如说一克拉两克拉 还有一个建议 大家一定要先看食物 因为它的颜色是非常微妙的 只有看食物才能感受到它的那种颜色混合 它的颜色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所以说我们在给绿色蓝宝石做完试设计的时候 通常也是会做一些比较小众一点的设计 它可以走很酷的风格 比如说我们可以电黑中性 然后未来感现代风都可以做 最后再附个彩蛋吧 这些都是我们定制的款式 大家可以欣赏一下 有没有你们喜欢的 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每天分享彩色宝石知识 还有精致好看的款式 拜拜